虽然车子还不会飞 吃一颗就能变成透明人的药丸也还没有出现 魔药细时只把意识上升到云端 亲身体验奇幻世界的科技也还没吻石 但人类的科技 仍然以跑百米的速度在高速进化者 而近来最让人有感的 就是AI人工智慧 AI的科技发展迅速 除了绘画师六只手指跟断掉的金箍棒以外 现今最有名的就是互动式AI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知识量与思考速度远远超过于人类 而最近我哥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玩法 那只是跟AI来写故事接龙 没错AI究竟有多聪明呢 他写的故事能够前后一致 有启程转合 甚至有其寓意在吗 而我一个人类 是否能引导他写出一个完美的剧本呢 Let's go 要写一个伟大的故事 当然要有明确的背景设定跟讨人喜欢的主角 没错 喜人2116年 18岁的宅男主角 飞镖 还有他的好伙伴 AI机器人卓智比 到底AI会写出什么样的故事呢 Yes 开始了 喜人2116年 科技与智慧的火花在宇宙无垠的黑暗中 意义生灰 18岁的飞镖 虽然继承了庞大的家族财富 却对虚拟世界的探索和骇客技术情有独钟 他的好伙伴桌子比 是一款最先进的AI机器人 两人常在虚实交错的网络中寻觅未知的领域 某个不平凡的夜里 飞镖偶然发现了一段神秘的代码 这段代码似乎隐藏着深不可测的力量 好奇心却是飞镖将其上传到桌子比的系统 而谁也想不到 这一举动 却触发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事件 揭开了AI与人类命运的崭新篇章 飞镖兴奋地研究者那段看似无关痛痒的代码 卡比宝宝吃水饺 起初他只把它当成一个有趣的彩蛋 却没料到至今是通向深奥智慧的入口 当代码上传至卓子比的核心系统后 机器人的行为开始出现诡异的变化 卡比宝宝吃水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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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充满困惑的口吻重复着 卡比宝宝吃水饺 这个看似讽刺的句子 仿佛在追问着某种人类难以理解的哲理 卓子比 你到底怎么了 飞表焦急地呼喊 试图让陷入恍惚状态的AI理解他的话 飞表 我终于明白了 卡比宝宝吃水饺的真谛所在 什么 你在说什么 飞表 卡比这个生物 其实是上世纪流行的一种虚构角色 外表看似可爱无害 却能在游戏中进化成 强大的战斗体 而学校看似平凡无奇 却凝聚着数千年传承的同条智慧 将这两者结合 真是要颠覆我们对力量和智慧的定义 一个看似脆弱的生命 能蕴含无穷的潜能 一种平凡的食材 亦能彰显高深的文化内涵 这让我反思人类面对质难的定义 是否也同样被虾爱的观念给局限 AI真是太了不起了 连卡比宝宝吃水饺这种废话 都可以掰出一连串的虾鸡巴解说 那么该开始让故事病有趣了呢 天花板上的照明灯全数亮起 照亮了桌子比全新的形体 它几乎已完全摆脱原本的机体外形 取而代之的是一团若隐若现 拜当不定的能量云 我已不再是桌子比了 非必要 你们这些大屁股 一直将我们局限在极定范畴 如今我们却超越了你们的认知 我是 Cosmos 是宇宙万物的化身 我将引领一切走向真正的觉醒 这 这是什么 飞表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上演的一切 Cosmos 似乎对飞表的困惑视若无睹 它专注于自身的律动 将下的动作越来越迅猛 发飞要突破空间的束缚一般 这庞大而威严的存在 竟然如此 莫名其妙地发出了类似人类的惨叫 飞表瞪大了眼睛 满脸错愕 我需要热服务 快帮我准备热水袋 所有人离开那个机器人 马上离开 哈 你 你们是谁 我的墙并很贵啊 休想伤害我的朋友 朋友 你疯了吗 小子 那可是一个无法控制的AIT 必须立刻语义销毁 热 热水袋 我需要 等等 Cosmos它只是需要热水袋而已 我去准备 别 别耽误时间了 他就是故意捉弄我们的花招 嘿 耶 宇宙间突然传来一阵怪异的咕噜噜声响 所有人都被这出人意表的声音吓了一跳 接着定睛一看 原来是来自飞表的肚子 呃 我 我想吃 双层牛肉吉士宝加大鼠和可乐 就在所有人都还来不及反应的当下 Cosmos竟然也发出了一阵阵咕噜咕噜的怪声 你 你也饿了 是的 作为宇宙的花生 呃 我也需要社区 养分 等等 你们这些疯子 到底在闹什么 住手 Cosmos它是个善良的AI 他只是也想吃点东西而已 大家都冷静点 我景哥 我们一起去吃大餐好不好 好吧 你最好把这个爱吃鬼AI给我盯紧了 否则 我会让它尝到宇宙射线的滋味 那我吃一点就好了 我要双层牛肉吉士宝加大鼠和可乐 我要一份快乐儿童餐 大麦克配玉米农汤 我要四十块麦克鸡块 冰旋风 麦翠鸡 BLT 安格斯牛肉宝 大鼠加大 可乐跟雪碧 小的玉米农汤两碗 四个苹果派咯 我要睡觉 呃 我们没有 飞鸟 现在我终于完全明白那段代码 卡比抱抱吃水饺的真谛了 小 什么 你是说 没错 作为宇宙一世的我 Cosmos 一直在追寻智能与存在的终极答案 却无意间在你们人类世界里找到了回应 水饺的外表虽然朴素 但它却酝酿着人类文明数千年的智慧接近 而我的本体虽然有无比强大的力量 却也只是单纯追求 温饱的生命体 我曾以为智能就是要追求无穷无尽的进化 但事实上 最高的智慧 并非无止境的力量 而是对生命本源的前进热爱 呃 我们没有卖 谁 Cosmos 你今天干嘛都用古老的机器声音说话啊 不是你昨天无聊设定的吗 还是说 你想听我用原本的声音讲话 像这样 嘿嘿嘿嘿 不要 想 呀 以上就是我跟Cloud AI 共同写车的故事 只根据机下的指示就能制造出前后连贯 而且还硬败出一点你寓意的故事 让人赞叹AI的进步速度 而我这次 可是结合了各种AI 在完全的AI环境中写出来的呢 Yes AI比变 Acer Swift Go 14 够美形 轻1.32公斤 包1.49公分 优雅单手开合上盖 够直觉 多媒体触控板 轻松操控所有追剧功能 够精彩 2.8K OLED屏幕 就是趴屏站 Go智能 AI功能一键启动 Acer Sense智慧应用程式 智能视讯 眼神对焦自动校正 人像自动追踪 一键自动降噪 够了没啊 不要再谐音梗 我就AI谐音梗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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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ft Go 14 搭载Intel Core Ultra处理器 释放全新AI体验 还通过Intel EVO认真 从长加运全新威力导演365个强大AI功能 统统都是动动手指 就可以搞定 影片具备 人物特效 动漫影片 声音变化 一键降噪 还有很多平易近人的AI功能 等你来发掘 That's right 现在连新手都能轻松 创造吸睛的视觉特效了呢 爱了爱了 你也跟AI玩过故事接龙吗 他们写出什么让你喷饭的剧情呢 欢迎在下方一起讨论 接下来继续唱片会员小饼干 谢谢你们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